人生都不好看 不是老別看 所有人都想想 很趣 但你若來的時候 你將這個聲音放下去 聽聽聽 這是人生嘛 你總不會一世人 都被騙到多少 你在台灣生活的時候 你應該看得出來 有太多的矛盾 讓你台灣人不知道什麼 不管是政治人物 不管是議員 所謂的民意的代表 說話 坦白說 沒有人聽話 我現在最好的就是 最近的 人家所謂的賴神 台南市市長 我本來對他印象還不錯 他也不來我們這裡最過客 阿哥那個 康田財 他的情人的市長 也不來這裡最過 但是最過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問說 到底台灣的地位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我知道 但是我就不能說 我說為什麼不能說 因為一向民進黨也好 獨牌也好 都跟台灣人說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以前沒有人敢說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 以前如果說 台灣是中華民國 台北都會抓去 台灣人 北市恐怖的時候 你如果說那個兵是叛亂 台北都會抓去 如果沒有抓去 差不多也會晚上燃燃 所以我們台灣人 你就看一看 國民黨在台灣在通地 國民黨在台灣 他是用什麼主權把我們通在台灣 他是用無力 那如果像美國 總共不要用無力 要用選舉 老早 如果我們台灣人這種個性 台灣人有一種很特別的個性 就是什麼 扶弱 就是說 你如果比較弱勢 大家覺得你比較可能 就幫你支持 這是台灣人的個性 但是台灣人的個性 海是我們台灣 也叫到台灣 所以 在我們這個初級班裡面 其實初級班裡面 你討論是兩個東西 兩句話而已 第一 占領不可以移轉租款 就你雖然戰爭 戰爭算 結束以後 你這個土地 去給占領的人 幫你占領 他占領就可以 但是他不能幫你改變租款 什麼是租款 什麼叫做改變主權 就是第一 不可以改變你的言語 你說的 可不可以我們現在說這個 叫做台語 不可以跟你說台語 你就要說北洋語 這不行 這建前我有規定 第二就是建前我有規定 不可以改變主權 不可以改變主權 你本來這塊土地 那裡的土地都是本土台灣人 他現在由外面移民 像他由中國移民很多 中國人來 那當初六百萬的時候 他移民一百萬 有人說一百二十萬 到底移民多少也沒人知道 他跟美國說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如果我們留在中國 共產黨會跟我們抬 這樣說的時候 美國他就要怎樣 他就要跟他接收 你可不可以知道一個 很重要的事情 台灣到今天為止 還是中華民國到今天為止 沒有難民法 沒有難民法 你看很多人說 如果我們在中國 受到欺負 他去美國可以信任什麼 難民 難民可以讓他拘留 但是現主席的中華民國 跟台灣沒有那個難民法 為什麼沒有難民法 這是禁止的土地 你不能改變主權 你不能說來 中國人變成台灣人 這不可以 政政法裡面沒有這個 為什麼 因為政政法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禁止的 不能試圖 改變這個禁止的 人口結構 本來我們這塊土地 是百分之一百 都本土台灣人 但是你不把移民 依賴 以百分之十 以百分之十五 這樣改變人口 中國如果這點 是算得有夠淋漓盡致 他來的時候 你知道嗎 中國人來台灣的時候 是相手空空的 他說他拿黃金來的 你要吃飯嗎 你要吃飯 你吃飯 要用什麼 要花什麼東西 花錢 錢要買回來 他就是他的黃金 當然啦 中國人很厲害 他一個來 1945年的時候 他就開始印鈔票 自己用這個鈔票 叫做新台幣 我們本來用的是 九月台票 舊台幣 日本時代是舊台幣 雖然日本 現在台灣也是 給你用 你自己本身 台灣這個土地人的 那個鈔票 叫做舊台幣 不是舊台幣 那舊要拿什麼 叫做台幣 現在國民黨 一個來他就自己印 他要買東西嘛 各位說 我們台灣人 有這個世紀以來 從來沒有缺過糧 台灣 日本人 八田與一 來台灣 開墾的那個 那個嘉南水郡 你那後在 種地外 省散 喔 變成很豐富的一個地方 那當初呢 因為 建政在要結束 還不結束 很多在台灣生產的 稻米 糖 這些物資 都放在那裡 是怕說 如果 這個海線沒有去 門軍 風塑的時候 這些東西 要穩去 日本的本土 結果 建政結束 中國人一個看 哇 這麼多米 這麼多糖 他還要將這些 也不用自己買 他還要摘領軍的身份 將這些米 這些糖 這些物資 都要穩去上海 把酒界的軍隊 去做 抗戰 那個抗肥 他國共內戰嘛 那現在 他說 我在台灣 我要買東西 有錢嗎 有了 他就自己印鈔票 所以 1945年 1947年 會六月十五 他用新台幣 一塊 替你換九台幣 四萬塊 你有四萬塊的台幣 才能換他一塊的新台幣 你想想看 那時候的物資很多 一間房子 有路買的人 有誰 有一間房子 他怕你 沒一間房子 沒兩萬塊 那幾兩天 可以換下去 四萬塊一塊 變成換五百塊 台灣人 所有的財產 在那個時候 全部 叫國民黨 洗到空空空 所以我們台灣真的是 從零 開始很艱苦的錢 生活起來 那些錢 都在哪裡 因為 他印這個新台幣 自己買 他印的嘛 用紙去換米 用紙換糖 你所有台灣的物資 他都自己買 自己買 自己買到空空 老百姓的生活 很難 台灣人 他不是說 日本人教得很高 因為日本人教 台灣人教什麼 要想整個 通通要守規矩 政府怎麼說 你就怎麼做 甚至跟你配通 你一禮拜 可以整個肉 你不能看整個肉 其實有夠了 我們普通是你吃的肉 肉 也吃不太多 吃不太多 那他的皮 都是有夠 所以台灣 為那當中開始沒錢 之後呢 還叫味頭 開始拼起 但是中國人 在我們台灣 吃香喝浪 第一 他就管理了 跟我說 全世界的這個違章建築 獨獨台灣 有一個很奇怪的規定 對我這個土地 土地是你的 地下泉 什麼他在這個頂端起床 地上泉變他的 全世界沒有這種法律 你如果不相信 你去國外去看看 這塊土地沒有人 你就把它起床 你去看看 就要跪了 但是 那當中一百萬的 所謂的老兵來台灣 他真的是 他沒有跟你用手 他就說 阿公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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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允許他們去見 阿公爹 經過五年十一百年 現在也有一個法律 法律是甚麼 如果我們用作那個 寺廟 五年以後 這間寺廟 就地合法 這間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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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沒有這種法律 全世界沒有這種法律 說這塊土地沒有人 如果這樣 我們後天 如果這個政權沒有變 來凱達個人 來起床 起五年就變你了 所以我要說 就是 台灣人 長期以來 生活在不公不義 的情況之下 但是不要自己來解割 那不要解割 那怎樣 大家都對一些 較有特色的人 會路在走 問題是這個 較有特色的人 路跟你走 歪去 那你哪裡歪去 所以台灣的所謂的碩士博士 我經常跟你說 你在台灣民進府讀書 你讀書 你讀書 你會發一張 結業證書 那張證書 我告訴你 絕對比後天 你讀書 報書更有價格 我這叫做 毒蘋果理論 你知道 這塊土地有毒 全的蘋果 雖然紅 漂亮 它吃了嗎 不吃了 這土地有毒 這土地有毒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 現在中華民國 所謂我們台灣人家的 是都不對的歷史 為什麼台灣人是中國人 台灣是為中國移民來的 那都無影無影 現在 現在 他來自台灣 他都自己說 大家都要和平 中國人自己說他是漢人 我問你 這個世間真真有漢人 是在中國在歷史上 裡面 這就有三次 把他收不去 最厲害 一次是緩調 緩調那當時 緩調是什麼 做的 蒙古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很煩的 我沒跟你騙 歷史以來 台料最厲害 那當時全中國人口是2億 他接到賬款了 現在只剩一億 台料 沒得把你拿去 所以基本上的所謂漢人已經不開了 萬清也不是漢人 他是清朝 萬清 萬清 萬清在這個東北 歷史以來 這個中國的所在 都是東北北方的人來統治南方 為什麼 他北方 乾 整個東西不外 南方呢 像廣東廣西這裡 很富庶 很豐富 就能說 生活 所以一方都是北方來統治南方 你看看現在現主席的中國 習近平北方人 胡錦濤北方人 像一個人特別 一個個子很小的 鄧小平 像他而已 其他都是北方的 所以這是中國的歷史 但我們台灣 台灣人 平埔族 一個很大的一個特點 鼓矣 鼓矣輕輕 輕做 思做 逆做 這是台灣人的特點 台灣人又不會抱怨 這個不會抱怨的情況就是 變成說 三個人把你統治都沒關係 你換一碗飯好吃就好 不然是一個台灣人的那個 價值 只吃那碗飯就好了 你們自己要去思考看看 有飯好吃 就好了 這個飯問題是說 這個飯在吃的時候 為什麼老人要吃比較好 這樣要吃比較壞 馬英九做總統 那當時馬英九開始做總統 我說馬英九做總統 他的部長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國人 我給你保證 這邊洪秀主 和這個主力人在亂 你如果有比較嚴重 你盡量看看 你就知道說 那原本是什麼 這項目的國民黨的鬥爭是什麼 是中國人跟台灣人的鬥爭 以前的國民黨 他為了要統治 所以他盡量 讓中國人跟台灣人 都一樣 不一樣 但是主張 馬英九 那個大都 向這個王金平把它撲下去 但是他撲不死了 怎麼說的 王金平也算頭腦也不錯 他用法律了 他用法律的時候 現在贏了 他那些都把它撲下去 變成中國國民黨裡面 台灣人跟中國人分裂 這些選人一位 為什麼說 不要跟洪秀主黨金去選去 他是要終極統一 洪秀主 他就一定要一中同表 什麼是一中同表 就是你中國說一中 台灣人也說一中 兩個一中 都一樣 這個事情 真的是我們台灣人不好看 我看 中國國民黨 你看中國國民黨 是台灣的 中國嘛 對不對 看就知道 中國國民黨 中國那兩次 你有看到嗎 民進黨是什麼東西 是叫做 中華民國 民進黨 是不是 因為 為什麼說中華民國民進黨 因為 民進黨他自己說 台灣是主權 動力的國家名 叫做 中華民國 所以基本上 民進黨就是 中華民國民進黨 那邊叫什麼名 中國那邊叫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不對 我問你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 你太快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中國 這個太快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 中華民國 你有怕對不對 對啊 你有怕對不對 你沒想到 他不是說 我也沒想到 這個太快了 這個太快了 差不多在十幾年前 李定偉做總統的時候 他要派 謝龍勝 謝龍勝就是那時候 國台的 副議長 派他跟我 去跟中國 那時候江澤民在做 中國共產黨的 主席 去跟他談判 那時候有一個叫做 國統綱領 我跟妳說實在 那時候國統綱領 還沒出來 李定偉就叫謝龍勝 和我 拿這個國統綱領 去給江澤民看 我們在哪裡記名 我們在漢社 那漢社要記名 也不簡單 那時候還有一段說話 我後來有機會跟你說 後來還記我兩次面 一次在這個歐盟 兩次在歐盟記名 三次 那時候 跟那個中華人民共和 中央辦公廳的人 記名的時候 第一次他跟我說什麼 當然 我們兩個人 對方也派兩個人 都一問而已 先協商 因為對方要把我們兩個協商 拿回去讓江澤民說 我有這兩個人的記名 謝龍勝也說 先協商 我如果協商 要回去讓李定偉看 那標是相方 的代表都沒有記到面 那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辦公廳的 怎麼跟我說 你聽 那時候我聽一下 我聽到他講 他說你回去跟李定偉講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以改名 改成中華民國 你中華民國改了以後 我們再一起改成中國 我一聽 這真的有力 我從來也沒想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 叫做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叫做中國 所以我一看 回來 一看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民進黨 這不是都中公嗎 所以民進黨跟我們為 你敢不敢 你騙 選不住 他就走那邊 你有沒有注意看 選不住 他就過 過都思想好 中國 那一塊一塊 太多人了 那一塊一塊 那一塊一塊 那一塊一塊一塊 台灣人很奇怪 如果想法有一個好處就好了 這是我們台灣人很主持的處境 那這個時候 我們要來改觀我們的問題 好法理 所以我常看 像我們這邊 現在年輕人很多 我的鼓勵人 你們要去研究 那本新台灣論 唯一可以改變世界 唯一可以改變 我們自己本身的前途 新台灣論 美國的國防部 美國的國務院 親心派的人 跟我們講得很清楚 他說你放心 你只要台灣民進黨 堅持 按照國際法 按照政法 你們總有一天會走出去 總有一天 你台灣人就怕會走出去 你們比別人靠在這裡 去讀這個 建政法 國際法 你們比別人有利 所以 在我們的這個 做 初級班 我的口 初級班 這個最位的這個口 我給你們很清楚的了解 建政法 國際法 國際法 是唯一可以改變台灣地位 這個法 這個不用浪費 你來我們家 最好你從來不聽到 我在跟你說 還是說本一堆 都給你頒一千塊 叫來拼槍 沒有 我們最好 我們最好 的行動是什麼 遊行 十一月十五 我們要去台北遊行 下午兩點 從順文的紀念館 要走 走差不多點半千塊 走到這個自由廣場 這點要有一萬人走 我希望你們在做這些人 可以來參加 很想來參加 我們在參加遊行 你們看我們的參加遊行 可能不一樣 你如果民進黨 國民黨 他們在遊行 就哪走哪勝 哪走哪 各位 我們沒有這樣 我們一個人 拿一支 關東旗 上面什麼 台灣民政婦 你 在國際辦的時候 我就放這個鴨皮給你看 我們在高雄 台南 台中 土層 有三個遊行 這三個遊行 幾千塊 八千塊 日本 把我們這個鴨皮 撒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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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把我們鴨皮撒嬤 撒嬤 撒嬤 他們有說 在台灣沒有看過 這樣子守次序 這樣子高水準的一個遊行 日本三一里 就是那個子媽咪 海嘯 我們大家都對日本人 非常的尊敬 因為日本人雖然 他們都在7-11 白堆買東西 你不能看到那個小孩嗎 其中有一個小孩 給我很感動 就是一個歐巴桑 排很久 還沒到 中途 他搖死去 媒體的捕很大 奇怪 啊這個人 搖到這種程度 你怎麼會不想 先早上一陣子 跟台灣人說 我又沒有吃東西 我會死喔 你怎麼不會 他甘願自己搖死在那裡 所以大家說 日本人的這種 社會精神 國家精神 真正是非常的好 我跟你说 你不允认自己 台湾人也这样 1945年8月15日 本天皇宣布导航 然后差不多经过两个月 中国的军队才是在台湾线而已 这两个月里面台湾人 整个社会 没警察 没军队 但是台湾人 没有犯罪力 那时候 你就是家里面没鬼也没关系 没人去给你偷偷 我相信你不要听过你的老婆老婆 阿公阿嬷跟你说过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欲罗说 日本时代多好都多好 表面像日本时代是来给你通敌 那不是给你通敌 那是给你抵立 日本的时代 他也是政权一个交给你台湾人 中国人是不一样 中国人是不一样 他也要抵抗 整盘都把你抵抗 台湾人占百分之八十五 为什么台湾人在你妈英九的政权里面 没有办法担任部长 台湾人头哪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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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 我都不敢抵抗 你们感受没有外心 他跟我同学 我是建中的 但是他条建中是用博上的 我以前说我们科条建中 六处是九百几个 一百二十四万 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 变成千里的 感觉很奇怪 那当初 六处的榜单 以前六处有的榜单 一张一张大的拼 有吗 九百几个 变成一张两百的 村的名字都会出来了 你班上五十万里 同学有的人 大家都会说 你抠几分 你抠几分 大家都会好想会说 对不对 他偏偏就有一个人 没话说 事都没话说 好 没话说 没话说 你若不去便宗 经过一两个月 大家感情较好 他就说 我没有口气 蛤 少来不去 保送 怎么有保送 我以前的生日也很好 怎么不能保送 他用侨生的身份保送 他高月三户没急急 你们记得清楚 收学四十八分 不可以保护 所以不管他在你台湾地理 偷偷偷偷 他不会收学 你是怎么叫他地理 算出就不可以 所以经济一塌糊涂 我说的 我会受证 他建中跟我同学 我都跟你说过 他十八班 他是文族 那人在建中认识 但是 生日比较好的 都认理工 自然组 生日比较好的 都认文族 我不是说认文族不好 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能够五次 那时候 在我那时候 二十四班 到两班而已 他十八班 你不相信 你台湾 你改的毕业纪念册 十八班 你就会看到他 在十班的所在 看到我 他就要扣大学 他现在说他台大法律师 对不对 他不是台大法律师 他扣到对 丹钢 也还加分 加分了去台大法律师 所以那次的台大法律师 只有一个人 扣不住 中法美国律师 名叫做 你也有职 你也有职 也有职 台大法律师 他拿中山奖券 中山奖券 那些国民都出钱 给他去哈佛特币 那年哈佛特币 的 这个 做 博士 好像一个人 拿不到 美国法律的 那些律师 名叫做 对 他头哪有好吗 美国法律师 在哈佛拿 那些律师的 那些 帝目用什么 他说 钓医台是中华民国的 那些 论文 他的老师 给他配准 他那些老师 我没叫什么名 对 他的老师 为了大家配准 合佛给他的事实 那黑白目啊 什么 钓医台是中华民国的 真的黑白色 所以 我是觉得 中国人 中国国民党 是专定在背影 偶像 他是用偶像的形态 让我们台湾人 迷惑在当月票 所以一条总统 台湾都是福利票 那些人有回答吗 可以请你去 你都不敢贏 两个 我跟你说 都是他的票 不然他的票 没那么多 因为 有一次 在要赢的时候 一次我在台北池 赌到他 他看到我 我看到他 他一直要过来跟他打招呼 我就没了 我就快要为他招呼 那当中 旁边我发了一些 年轻的小孩 带他嘎嘎嘎 我又开了 稳掉了 所以 70%的票 都是妇女票 当然 我不是说 蛤 不要说青少年 你当中 你也很青少年 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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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来以前 那都属于正常的 但是我要跟我们 各位大家说一句话 选戏 真的要选有能力的 现在坦白说 以台湾人 没有走 没有足够的选戏 我也给你看 你都老实说 过去这么多年的选戏 你不要收到人家的钱 不要接受人家的招待去游战 不要接受人家的招待去游战 不要接受人家的孝顺人 请你吃饭 或是送你东西 不要再来手 都老老实说 就没了 都老实说 没了 都老实说 老实说 老实说老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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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缘 老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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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节很高 拿一次 拿一次也是算拿 好 我给你说 我给你说 不要再说 不要再说 那台湾人会接受人家的费落 就没有叫做民主选举 你不相信 你看美国人家的接受费落 没有 你回到票 我给你多少 绝对没有 所以台湾人家的追准的时候 到这个的时候 你就知道 台湾 我们民政府执政开始 不选举 最少二十年不选举 最少二十年不选举 我看市高 又买票 你要看这些生议员 一定有生议员 当那 议员 议员也都 互动 那不行 大家都会 漂白一条 用廟 做廟主 来漂白 所以有点想想 互动你算议很简单 我亲眼看得到 我不要说什么人 去理长的家 拿两百万 回来 理长啊 我告诉你 理这个理 拿两百万 给你 我要拿五千票 他就走 你想理长 刚才没有给他 装五千票 给他吗 你如果没有给他 他回来给你 不是给那两百万而已 叫你要给他四百万 不然他给你打 互动了 所以见面的选举 互动的都得到 开金就得到 你眼睛 挂一挂 想你们的所在 会议员的选举 是不是都这样算大 你说台湾人看有可能吗 真的 台湾人没有看这条路 四级一条 四路一条 因为你最初级班 所以美国的军事政府 要送给我们大家一面 美国大面的国旗 这个国旗是 不厚、不炒、不炒、不炒 最初线的驾手 你怎么说 有那个旗子不厚、不炒、不炒、不炒 蛤 蛤 什么心 不要不要再改水 那强辨 所谓不炒、不炒、不炒、不炒 意思就是 你如果拐出来 派他去 拿回来换免费 那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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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回来换免费 拿回来换免费 一四人都免费 那又有人 风吹也不炒 没关系 风吹也不炒 你先一个报告 免费再换免费 所以这只鸡 不炒、不炒、不炒 你听得到吗 但是 美国人跟有一个要求 你千万不能用鸡 因为你台湾人有这句话叫做鸡 鸡兜 菜都会跟美国国家 他说No 所以我是希望说你如果没时间 你要买 在外面这一只75 那我们的动心做的 重点是有这只老英 这只老英会背 最先的驾手 叫你驾手就没骑 真的会背 你如果怕他把他掛出来 名字就没了 动心跟他说 美副长 老英没了 我说他背起来 要怎么 我够背 要怎么 因为这只老英 台湾没什么看的 我们会把你偷偷 他这是用那个塑胶射出的 我们是真的 假扮的 是放你第一个室 有白鸡美国的来庄没什么 这是三节的 可以收起来 只有这个要求 你要用鸡干 去刮鸡 这个鸡 你如果没有鸡干 我也不免得给你 有要鸡干 就要鸡干 要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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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鸡干 要鸡干 你骗啦 好啦 你有拐不拐 都不管了 做一班 就要送你一面啦 来 我这里白鸡来 开始 要唱一首要唱一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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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書沒有人很難看,難看不是你看不看,很枯燥無味。 但是我相信辦公室跟你說你從地圖開始看, 從看那個故事、文章開始看, 你慢慢培養你的興趣,你從頭來看。 你就知道很多法律的規定是怎麼來的。 後來禮拜就是高級班,你如果有興趣的可以繼續。 今天,後禮拜是高級班, 下禮拜就是高級班,兩個高級班,一個高級班。 之後有一個職前訓練, 就是讓你休息一段時間才問你, 你要做我嗎?你如果真的要做我才會職前訓練, 職前訓練一樣是三天兩夜。 所以不是說親親才要做我那麼簡單。 要經過很多的考驗。 你一步一步來,你現在初級班堂後, 再來高級班。 高級班後有一個職前訓練,三天兩夜。 之後你就要決定說,在民政要做什麼? 要做內閣,要做議員。 有中央參眾議員,州議員,郡議員。 中央內閣,州內閣,郡內閣。 或者是黑衆,那個黑衆部隊。 藏地訓練那個黑衆部隊。 你都有看,那個黑衆是150個而已。 後來要接警政署、海巡署,做主管。 當然沒有上過正規的警察訓練, 做主管很難。 但是因為,比較特別就是, 我們這些人弄八天的範例。 所以我們可以當政戰的部分。 這些在高級班的時候, 會再給你說明。 來,多謝各位,謝謝。 謝謝。